左派城市位于科罗拉多的丹佛 发生了大屠杀枪击案 造成了5死25伤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所有苗头都指向了保守派 因为发生的地点是在一个同性店的酒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根据Nancy Pelosi她老公Paul Pelosi的事件之后 还会有人相信保守派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为什么保守派都要为左派的疯子背黑锅呢 我们今天来好好讨论一下 加拿大的加拿大联合教会发布了一个祷告 是专门给接受安乐死的人的 里面的内容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 各位同意安乐死吗 各位同意堕胎吗 各位同意为了自己而杀人吗 不管是杀死婴儿还是杀死自己 各位认为是可行的吗 欢迎在我们讲解之前在留言区讨论 我是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在我们开始之前请你去我们网站 loveainews.com 或者直接到我们的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成为一个会员 你其实在帮助我们跟我们的员工有工作能力 还有能力继续播这个样子的新闻 我们感谢每一个支持我们的人 成为我们的会员 你会得到每一次我录影吃螺丝的片段 未来还有更多的会员福利 例如像说直播服务 然后世界政府成立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可以有自己的社群之类的 这些都是在筹备中的服务 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还有帮我们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影片 我们的节目正在被YouTube shadowban 很多人都说油管已经不再推送我们的节目了 shadowban没办法阻止你分享出去的东西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抵制这个样子的言论封锁的话 分享这个影片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论 好我们就来看第一则新闻 世界上有一批人 他们最爱的事情就是大屠杀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只要这世界上有大屠杀发生 他们就会特别的兴奋 特别的激动 这些人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左派 可能不是每个左派的人都这么觉得 但是左派的他们整个组织 政治系统主流媒体抗议人士还有运作模式 都是为了大屠杀而存在的 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有大屠杀一发生 他们就马上开始开发这一切 通常悲惨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默哀给伤者死者 还有死者的家人一些时间 还有等待调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左派的人就是一定要发生的一瞬间 马上就开始讨论这个话题 不管真相是什么 他们会马上使用大屠杀来制作自己的议程 因为对他们来说 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可以使用这个样子的事情 来得到什么事情 得到什么样的政治利益 简单的说就是如何使用灾难 当然这些人有这样的反应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这些人基本上 就是支持杀死婴儿 就是还没有出生的婴儿 同一群人 这些人并不是一群爱生命尊重人命 而是一群践踏尸体夺取政治权利的 のにのこる 所以这个周末在Colorado Spring 科罗拉多的一个同性恋的酒吧 叫做Club Q发生了大屠杀枪击事件 马上这些人就兴奋的出来讨论这样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新闻的新闻片段 We are actively processing the scene at Club Q Initial evidence and interviews indicate that the suspect entered Club Q and immediately began shooting at people inside as he moved further into the club While the suspect was inside of the club at least two heroic people inside the club confronted and fought with the suspect and we're able to stop the suspect from continuing to kill and harm others We owe them a great debt of thanks 一共五个人死亡还有二十个人受伤 还有很多是受轻伤的 这个枪击案的嫌疑犯叫做 我不会说他的名字 因为我拒绝promote这个样子的神经病 目前我们对于这个人还没有任何的资讯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犯下这个样子可怕的事件 但是他最后是被火捉的 所以他会跟警察说什么东西 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知道一点了 第一点就是这个人是个丧心病狂的神经病 因为只有神经病 真正的神经病才会去做出这个样子的事情 而且他是一个有暴力倾向 心理状态不完整的一个神经病 我们反对所有的有目的性的暴力事件 那他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子变态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为什么 因为科罗拉多的法院 检察官还有FBI允许他这么做 根据主流媒体包括Fox News 他们都报导过 这个人去年才因为炸弹威胁 而且拒捕被逮捕 他的母亲20216月的时候报警说 他做了一个炸弹 或者是他想做一个炸弹 打算要引爆这个炸弹 炸死他全家还是怎么样的 警察到了现场之后 他躲在附近的一户人家里面 拒绝上手铐 他被警察逮捕之后 起诉了两项恐吓重罪 还有三项一级辱人勒索罪 然后各位猜猜看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错 科罗拉多的DA总检察长决定不起诉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我们现在只知道 这个案件已经被封死了 没有任何新的资讯 我们只知道 这又是一起脑子有问题的神经病 说真的要把自己的家炸掉 然后杀死他吗 如果还不能证明他是神经病的话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证明他是神经病 当地的警察认识这个人 法官见过这个人 检察官知道这个人有暴力倾向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没有呆在一个属于他的监狱里面 这样子的新闻不断的出现 那种什么全国大新闻的暴力事件 几乎每个每几个礼拜就会发生一次 不只是这样 还有上千起类似的案件 没有被主流媒体报道 或者只是一个当地新闻而已 也就是说只要执法人员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的话 就可以有上千条的生命可以不必死掉 因为科罗拉多州是一个左派的州 他们的法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跟加州这个地方一样 法律很多但是没有被执行而已 不管再多加几条法律 神经病就还是神经病 这样的惨案就还是会发生 事实上就是他们跟我们加州一样 已经有足够的法规可以定罪这些人了 鲁人勒索炸弹威胁 这些都已经是法律了 只是检察官不起诉而已 但是他们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所以现在又有人死了 左派跟右派跟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根据我所知的是科罗拉多的检察官 是个共和党党员 现在美国最大的其中一个问题 不是法律不够完整 而是有很多执法机构 我根本就没有在执行法律 为什么 因为如果法律没有被执行的话 社会就会动荡 社会动荡的话 人就会有危机感 人有危机感的话 就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人很慵懒 他们认为说这些东西交给政府就好 政府就说 只要你们再把权力给我 一切就会更完善了 只要再立几个新的法律 一切就会OK了 因为政府不想要人可以独立 人可以强壮 政府希望人民永远什么都不要做 什么都不要想 乖乖的当他们的羊 或者跟我们观众说的一样 屁民 而不是跟随耶稣的坚强的基督徒 左派的人希望是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 有这样事情可以不断的发生 他们才可以把方向指到我们保守派的人的身上 以下是科罗拉多 共和党的DA 检察官 Phil Weiser 在 CNN 上面说 这一切都不干我的事啊 这一切都是仇恨行动啊 谢谢你非常专业的专业 为我们参加了 最大的问题今天是有关的 有关的目的 是否则还说到 尤证还说 还有什么有关的目的目的 如果任何的目的目的 所以这些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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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正确说 基于事实上 它是很难的 判断的状况 在这些目的目的 没有发生 这个目的目的 这一切都很熟悉 那些人 无论的 尤识性性 和性格 LGBTQ 群体 认为是安全的地方 是一个地方 在那些人 可以成为自己的真正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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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知,我们不知的原因,我们不知意, 但你说这些人是一带的安全币,对于 你们的LGBTQ, 说的重要的 人们的主要 称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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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职业的 和用我们的LGBTQ、公司的公司,则描述,称职业政策的 称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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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职业的 absolutely we are living at a time of rising hate and rising demonization and all of us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have to recognize that our words matter we can and we must have a more inclusive we the people that's a phrase that justice ginsburg used the legitimate or legitimization i should say of hating towards lgbtq plus individuals has to stop yeah don lemon or don lemon 害怕 lgbtq的人被物化 被變成政治的籌碼 被變成政治人物的棋子 所以他就公開的在節目上 使用他們為成為他們議程的棋子 ok yeah 剛剛看到的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位檢察官在 CNN 上面說 我們活在一個仇恨不斷的升高 而且刻意惡化指控的時代 這句話是完全正確的 這句話最真實的地方就是一個檢察官沒有在管理他的州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指控保守派或者是右派執行或者促成一個大屠殺 但是這樣的說法就是所有左派會接受的 而且也是他們的立場 他們會指控的地方不只是保守派的人 甚至美國的法律都是反lgbtq的 例如像這一篇 他說你可以把這些對於lgbtq的人的錯誤的虛假的說法 跟極端人士在社交媒體上宣傳的理念畫成一條直線 今年就有將近300條反lgbtq的法案出現 造成了十幾場對於我們社群的攻擊 然後他寫的寫到這個槍擊案是這個變性人的紀念日 Transgender Day of Remembrance的前一天晚上 這一天是要來紀念死去的變性人的 媒體需要停止宣傳這些仇恨 人們必須要知道變性人的存在 而且應該要存在 他們只是想要好好的安靜的生活而已 所以這個觀點馬上就變成了左派所有新聞頻道的觀點 我們的頻道也被挺同大軍攻擊過 不管是AINews還是我個人頻道PHC都被攻擊過 通常就是說什麼我們白癡叫我們閉嘴 那些很幼稚的攻擊 反正重點就是我們的觀點是在殺人 我們的觀點是促成槍擊案 還有那些造成他們自殺那樣子的 那這邊有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觀點到底是什麼 我們有鼓吹暴力嗎 當然沒有 有的話AINews跟PHC早就爆紅了 但是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在鼓吹暴力 我們有到處去攻擊同性戀 只因為他們存在嗎 當然沒有 我們基本上連反擊都沒有 該說的都在影片上面說的 聽不懂是你們的事情 我們還有所有的保守派 還有正直的遵守聖經律法的基督徒 會被攻擊只有兩個原因 就在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我們不認為那些性教育還有變性手術 應該發生在小孩身上 還有我們不認為小孩應該要去看或是參加那些變裝皇后的活動 就只有這個樣子而已 因為他在上面說的那推文上面說的300條反對LGBTQ的法案 全部都是針對小孩的 教會會愛罪人想要他們脫離罪遠離罪得到自由 可以不用一直羞恥的活著 我們只是想要保護小孩 然後不想要小孩被污染認為這些是正常的而已 那他剛說的300條反LGBTQ的這個法案 講的其實就是這些而已 不對還有一些事就是我們反對男人在女人的運動賽事中比賽 這就是我們使用法律來打壓LGBTQ的人 也就是說這些法案其實跟LGBTQ的人根本沒有任何的關係 他們的人權沒有任何關係 跟他們的權利也沒有任何的關係 要不然就是左派認為說讓小孩接觸這些變裝皇后跟性教育 是LGBT的人 他們的人權必備的教材 這個就是他們在說的東西 這個就是他們想要的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例如AI news在這邊說 小孩不該參與在變裝皇后裡面 然後他們說你在攻擊LGBTQ的人 我們常常被冠上孔童孔變性孔什麼孔這個孔那個的 但是其實我們根本就不在乎LGBT那些人 我們不在乎他們的酒吧裡面有誰 我們不在乎什麼樣的人會去那樣的酒吧 我們不在乎他們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 我們只是在說小孩不該在那個樣子的表演裡面而已 我們focus的點就是我們的孩子避免他們成為正直的工具 避免他們性化小孩 避免他們被成人的世界污染 這個就是我們的議程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陰謀 然後左派在說我們在鼓吹暴力 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在使用一個暴力的大屠殺來威脅我們允許他們虐待我們的小孩 只要有一個人死只要一個活人變成屍體了他們就很開心的說太棒了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樣子的東西來逼著保守派他們接受小孩可以變性 小孩可以當變裝皇后 各位可以在這邊想一下就是人死了被殺了 然後邪惡的惡魔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利用這個人的死亡來淋虐小孩 第一件事情他們第一個想法 那麼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做 為什麼左派沒事就以死相逼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沒辦法合理化他們的議程 他們想要小孩參加變裝皇后派對 他們想要小孩變性 但是他們不能合理化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子做其實是沒有道德的 所以懦弱的他們就使用最無恥的情緒威脅 就是唯一一個撒旦可以拿來威脅我們的東西 就是死亡來要我們屈服 這次克羅拉多的事件還是用他們的同志 他們自己的同伴的屍體來促成威脅 這表示他們根本不在乎那些人 這些人這些左派這些人除了他們變態的議程以外 他們什麼都不在乎誰都不在乎 他們會使用所有的策略利用所有的死亡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來逼迫說實話的人 愛孩子的人叫我們閉嘴 我在這邊以一個基督徒的身份 以一個爸爸的身份再次強調 他們做的事情不會有任何用處 唯一能打敗邪惡的是不妥協 而且是正直正直跟正義 唯一能救你們的不是把小孩變性 而是聖經的教導跟價值觀 說到死亡跟基督教的價值觀關係 我們就要提一下下一個新聞了 OK?有人留言說 在美國跟加拿大有很多異端跟邪教喔 你們要不要開一期你們的信仰跟經歷啊? 這個我是完全同意的 對任何人都要審查 對任何YouTube或者是任何社交媒體上面的這些 關於信仰方面的東西都要查證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的非常清楚 敵人會假扮成神的樣子來欺騙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長期以來我們可以依照 就是哪個教會的什麼什麼根源 根基還有牧師是從哪個神學院畢業的 來斷定說這個教會是否是符合聖經的 但是很抱歉 現在已經不是這個樣子的時候了 我跟Priscilla是在Impact Harvest Church 我們的牧師是Pastor Jack Lee Felicia是去灣町Christian Church 牧師是周濤 我們兩間教會的講道 每個星期都可以在YouTube上面找到 歡迎各位去查證 接下來這個新聞會告訴你 就連傳統教會都需要查證 這邊這個新聞是來自加拿大的 加拿大慢慢開放全面安樂死的情況下 加拿大聯合教會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這個是加拿大最大的基督教新教的教派 OK 也是加拿大羅馬天主教之外 第二大的基督教派 教會體系是長老制 有大概兩百萬的信徒 有四十萬固定聚會成員 這個教會從一九二五年開始 合併了四個新教的宗教教派 加拿大衛理工會 安大略跟魁北克的公理會的聯盟 還有加拿大的長老會 那聽起來這應該是絕對傳統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教會吧 這個教會發出了禱告文 來幫生病的人以及殘廢的人 告訴他們如何要在禱告中接受 而且過度安樂死 簡單的說就是一個教會 開啟了一個禱告文 來鼓勵人自殺啦 安樂死這個制度 在加拿大已經實行了六年了 但是從去年開始 安樂死的制度是全面的擴大 開放給更多的人 明年春天開始 你只要認為你自己有精神疾病 你就可以接受安樂死的這個療程 這個議題我們之前在節目上面討論過 安樂死已經是加拿大人死亡方式的前幾名了 在某些地區還是主要死亡原因 透過法律 安樂死擴張到越來越多的人 是可以接受的 就連好守好久的年輕人 就是18歲你失戀了 只因為說自己因為失戀 所以不想活了就可以申請安樂死 只要你說你自己是憂鬱症 所以說現在安樂死已經不是我們以前說的就是 那些人很痛苦很痛苦很痛很痛 病痛很痛 反正他們過幾個禮拜之後就會自然死 那為什麼不幫助他們去死呢 什麼幫助他們不要痛苦 他們很勇敢的殺死這個病毒 這東西已經不是在安樂死的討論範圍裡面了 問題就是我當時就是那個時候發生的時候 我就反對安樂死 因為對我來說聖經上說不能殺人 殺死你自己也是在殺人 我們的生命是屬於神的 就只有神可以拿走 那現在加拿大發生的事情就是 為什麼我一開始就反對了 因為所有左派的議程都是有一個目的 每一步左派的成功都是為了要把人推向地獄裡面 如果我們可以把自殺當成是一個合理的 OK Rational 的醫療 醫護治療的話 那麼就一定會有一天 這個醫療制度會橫跨到所有的人群 安樂死的說法一開始就是這個樣子的 這些人很痛苦 而且他們一定會死啊 活著幹嘛呢 這麼痛苦幹什麼呢 為什麼一定要逼迫他們活著這麼短 而且又沒有意義的人生 所以這個樣子治療的痛苦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殺了他們 所以現在發生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什麼安樂死跨了很大一步 只是加上憂鬱症的人而已 他們也認為人生沒有什麼意義 活著幹嘛 還有這些精神病的人 他們活著也很痛苦 社會不了解他們 他們不了解自己 對他們來說這些痛苦都是無止境的 所以乾脆死了算了 這就是我們面對痛苦的治療方式 就是死了就好 好我們現在回到這個加拿大聯合教會 這個禱告詞叫做 The prayer in the midst of fear 在恐懼中的禱告 是由加拿大聯合教會的負責人 跟非營利組織 Dying with dignity 有尊嚴的死去的前負責人 一起撰寫出來的禱告文 這個禱告文的目的是要 Asking God 要求神使他們的家庭成員 以及心愛的人 可以接受他們使用專業醫療程序 來自殺的決定 Aid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OK 裡面的內容沒有講到永生 也沒有講到為了他們的救贖 耶穌死而復活 這個禱告只是為了要包容他們 對於死亡的不確定感 這個網站全部都是什麼 關於死亡的禱告 還有有痛苦跟死亡跟了解神的 有心愛的人接受藥物死亡的定義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簡單說就是一堆催促人自殺的禱告 今天我們要專注的一條就是 恐懼中的禱告 禱告的內容是 我感到很害怕 我感到恐懼正在貫穿我的思想跟內心 這感覺充斥著我的內在 我很害怕死亡 我不知道穿過死亡的高牆之後 會是什麼樣的世界 我很害怕在無知的情況下解放我自己 我很心碎 而且我很害怕離開我的家人 但是我需要去死 我放棄了醫療希望 而且我把持著對來生的希望 我很害怕我的家人以及我愛的人 我的孩子跟我的子孫 當我跟他們說 我打算使用醫療死去的時候 他們的困惑 但是在這個困惑的恐懼中 我希望我的家人以及我愛的人 孩子以及子孫 可以了解我選擇 以及饒恕病行的 好了我大概不會再讀下去了 那接下來就是在說 他們很感激政府給了他們做這樣的決定 他們雖然很害怕 但是他們寧願 接受這樣子的害怕 然後也不想要承受 永無止盡的痛苦跟絕望 這個安樂死可以給他們平靜 之類的 最後一句話是我覺得最噁心的 他說 來吧 慈愛的神 在被恐懼把持下的我 希望感受到你的慈愛以及平安 用你永恆的愛來擁抱我 我內心深處 希望用你的愛來驅趕所有的不安 特別是在我等待永恆的生命中的愛 用受苦的耶穌的名祷告阿們 這很明顯不是一個基督教 或者是一個基督徒的祷告 這是一個惡魔 而且是一個邪惡的 噁心的祷告 這是對基督徒 基督教 對於聖經的侮辱 就跟什麼同性戀的旗幟是六色彩虹一樣 他們可以講一堆唬爛的東西 但是他們其實就是在說 神啊 你還記得嗎 你說過你不會用洪水殺死我們對不對 對 彩虹是七個顏色的 六個顏色又怎樣 我只是要你看清楚 你曾經的承諾 你曾經的應許 我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這個禱告完全不符合聖經 因為基督教是一個希望的宗教 希望的禱告 是一個充滿希望以及期望的一個宗教 或者是信仰 這個禱告就是一個放棄希望的禱告 它是在說 我希望 我決定自殺 會讓我的家庭感到很驕傲 因為我不想要承受痛苦了 當我們每次講到一步一步 把我們推向地獄的情況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當我們說 醫生對於某些人來說 這是一個很棒的醫療程序 這個就是結果 當我們把生命放在人的手中 你就會死去 因為沒有人會愛你跟神愛你一樣 沒有人會珍惜生命跟神珍惜生命一樣 我們反對墮胎因為生命是屬於神的 我們反對安樂死也是因為生命是屬於神的 人是自私的 所有的人都是這個樣子 會有這樣的結果 也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 左派想要控制所有的人 然後想要殺誰就殺誰 這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 因為他們熱愛大屠殺 他們大屠殺了嬰兒之後 現在他們想要大屠殺你 而且全部都以 愛跟自由為基礎 使用的就是扭曲的愛跟扭曲的自由 這就是政府要給你的愛跟自由 讓你殘殺你的小孩 還有讓你在恐懼中死亡 這也是他們要的世界新秩序 由政府掌控著死亡 我是Edan 感謝大家收看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